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的状态最让你惊讶 神仙姐姐刘亦菲的颜值绝对没得说 就连路透图都美得不像话 光剑被偶遇也是藏不住的心法 素颜状态下也一样吸睛 照片中刘亦菲顶着全素颜出镜真实的不得了 不仅如此 这次她还直接穿着睡衣在床上拍的照片 所以飞飞子这是刚起床 就直接拿起手机自拍了吗 简直不要太可爱 刘亦菲在发文中强调自己的头发已经很长了 膝盖照片也的确如此 镜头里的刘亦菲靠坐在床上 却只有半身出镜 她的秀发自然垂下 发量多不说 发质也相当好又黑又亮 而且从这个角度看 连屏幕都装不下她的秀发了 她的皮肤一如既往的赞 红润紧致无瑕姿 连眼带黑眼圈都没有 保养的超级好 单手穿着头部 抿嘴甜笑 瞬间就被美到了 最后一张照片用上了美颜滤镜 她咧嘴灿笑 看向镜头又甜又美 真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她的好心情了又没有 而且就刘亦菲这样好的状态 完全就是18、9岁的小姑娘及时感 哪里像是三十家的姐姐呀 了解刘亦菲的网友应该都知道 她平时晒出的照片 但凡是生活照 几乎都是素颜 如果是化了妆的话 拍照的时候也必定 不会用任何美颜滤镜 是妥妥的天然大美女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刘亦菲确实是越来越上语了 每次出镜都是元气满满的状态 刘亦菲不愧是公认的神仙姐姐 颜值太耐大了 同样颜值能大的还有杨颖 虽然她的演技一直被大家所诟病 但她的颜值确实没得潮 五官精致还是个混血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还有那尖挺的鼻梁 堪称网红界的整容模板 某一期综艺节目中 杨颖伴随着清晨的地狱里亮光 缓缓推开窗 素颜的状态下 依旧皮肤细腻 头发顺滑 眨着眼睛格外的俏皮可爱 这样的顺材和这样的脸蛋 真的让人好生羡慕 当过女星杨幂 不管去哪里都会引起很多人的热议 更别提她的素颜了 某次参加节目 她刚起床时不小心暴露了真实颜值 刚睡醒的大秘密 表情有些许懵懂 但皮肤一点都不拉垮 脸庞平整光滑 没有一丝皱纹 配上柔和的身材和低胸针 真的许分强劲了 而面对节目组的镜头 大秘密也是丝毫不顾忌 大秀傲人身材 本身就运车 一架的话就更运车 所以呢 就坐车呢 我就坐头车吧 舞台上的她 总是一副能张试人 被很多人吵高傲 但素颜的样子 看起来就像是个林家大姐姐 甚至多了一丝少女的娇憨 看着杨幂这个状态 谁敢相信这个女人已经36岁了 一向被称为乖乖女的关小彤 关小彤下意识直接拿起被子盖住脸 娇羞的表情也是可爱感满分 从露出的半张脸看出来 她皮肤状态很好 即使没有眼线口红 加持妆容 看起来也依旧水灵清新 虽然和平时化妆后有一些差异 但这个颜值也是很真实了 在综艺中真实做自己的含有七微 我告诉你 还有一种方法 比接吻更可以减肥 说话大大咧咧也就算了 甚至是起床都不修蝙蝠的样子 也不怕被镜头拍到 在某次综艺节目中 李承轩想要叫七微起床 这时她没有大声的叫醒她 而是选择了甜蜜度爆表的亲吻 这样的举动着实把我们给填到了 而在这个时候镜头也拍摄到了七微的脸 还在睡觉的七哥头发凌乱 脸上也有很多油 作为女明星 但这样油光满面出现在镜头面前呢 想必也只有七微了 向来以美貌著称的迪丽热巴 作为新疆人 她的五官都充满了抑郁风情 某档综艺节目 爆出了热巴素颜的起床照 可以看得出来 刚刚起床的热巴素颜状态十分精致 尤其是在完全没有洗漱的情况下 这颜值真的是让很多人都觉得酸冷 五官立体 脸型小巧 一头中分长发 更加衬托 她的出众气质 如果说装后的热巴很是惊艳 那么素颜的迪丽热巴 就是清晨可人 给人感觉十分清晨灵动 同意啊 虽然是少数民族 但她的五官并没有像热巴那样过于深邃 她的眼上有一种古典的气域 小威廉 小黎窝 一笑起来就很可爱 她的古装更是风华绝带 某一天下里的赵飞燕不知道让人惦记了多久 但素颜的统利亚就有一些吃亏了 乔启的眼带和大片黑眼圈 眼睛下方也有两条深深的泪沟 一看就是劳累过度了 好在压压的五官和皮肤状态比较能打 即使半夜起床脸上也没有过分的油光 同样是素颜起床 居静一表现就有些意外了 有着四千年美女称号的她 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貌和着妆 即便是起床也要美美搭 早上起床刷牙也要百分百的精致 节目组还贴心的配上了字幕 情形素颜巨姬 关键问题是 这明明是化了妆的脸蛋呀 底妆眉毛口红一样都没落下 这个状态还说素颜真就有点欺负人了 海南小甜豆宣仪参加一档团宗节目时 也贡献了早上起床的素颜镜头 这组照片被粉丝疯传 照片中的她穿着蓝色的丝绸睡衣 一起黑长直的绣发披肩 看上去非常浓密 只见她醒来之后揉了揉心松的眼睛 然后把腿拳起来坐在床边 眼睛有点呆呆的 看上去特别可爱 她撅起嘴巴委屈的小朋友 像极了邻家女孩撒娇 当镜头给了她一个脸部唾鞋时 松颜状态下 她的皮肤依旧非常白皙 而且毛孔也很细 看上去充满了胶原蛋白 给人一种Q弹的感觉 难怪很多网友会说 五轩仪确定真的25岁了吗 不过和妻子团一起素颜露面时 这状态多少有点打脸了 杨超越虽然唱跳能力很一般 但凭借颜值和好运气 如今有着很高的人气 资源非常不错 除此之外 她有很强的综艺感 搞笑又接地气 节目中她刚睡醒的素颜照曝光 被网友讨论了一番 脸上的长发 眼睛有些睁不开 实际皱着眉头 没有了滤镜的情况下 她的颜值没有多少变化 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的她 也太可爱了 有些呆萌 怪不得这么多人被她圈粉 沈梦成是属于可言可甜的类型 长相甜美又不是时尚 可以是安静静的美少女 也可以是综艺节目里 毫无形象的搞怪 但是沈梦成是属于黑黄皮肤 甚至调侃自己的黑 可以和宋小宝相媲美 平时镜头下的沈梦成 皮肤白皙 五官脸型都很完美 但是后来沈梦成素颜参加了节目 震惊了不少观众 沈梦成自爆出镜 会全身涂满粉底 其实素颜状态下 沈梦成的五官还是不错的 就是皮肤与平时的光线亮丽 形成鲜明的对比 让很多观众不敢相信 7月2日深夜 赵露丝在塑料平台 晒出一组自己素颜的自拍照 赵露丝向来是不拘小节的女孩 这次也是大方向大家展示她的素颜 也算是粉丝福利了 照片中赵露丝纯素颜出镜 身穿吊带 长发皮肩 没有过多的修饰 做出嘟嘟纯的动作超级可爱 不知道粉丝们 有没有接收到赵露丝送的相吻啊 值得一提的是 赵露丝这一组自拍照是纯素颜出镜 连眉毛都很虚疏 能看出来没有化妆 不仅五官坚持 而且脸超级小 这就是传了周中的巴掌脸吧 赵露丝眯眼憋嘴的小表情 真的太可爱了 上一秒还在搞怪 下一秒就变得端庄起来 露出标准式的微笑 可爱又甜美 无论是什么表情都那么的漂亮 而且赵露丝的素颜 看上去皮肤光滑细益又白皙 连一点瑕疵都看不到 真的保养的太好了 这皮肤状态 女孩子看了都特别羡慕 之前景田因为代言问题 而受到了处罚 在沉寂了一小段时间以后 最近景田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新的动态 也让很喜欢她的粉丝放心了 在景田分享的自拍照中 看起来都是素颜的样子 脸部状态也很好 戴了一个大镜框的眼镜 来遮挡住大部分的脸 搭配了一个浅粉色的帽子 整个人看起来也很粉嫩 早期的景田 可是因为一段洗脸视频 彻底翻红的 镜头下的她状态真的好到爆 她也算是同龄女性中 保养的比较好的 娱乐轩女性的颜值 真的十分看五官 毕竟有妆容可以遮瑕疵 但如果五官不好看 即使妆容再精致 也不是最美的那一个 当去掉华丽的包装 和精致的妆容时 现在明星装前装后的颜值 毕竟明星还是要靠作品说话的 你还知道哪些素颜经验 众人的明星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一太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四一太的视频 就请多多点点和关注 四一太每天都会更新 精彩娱乐资讯哦